习近平和莫迪握手 脸上堆满笑容 两个人握得很用力 因为大陆和印度在动朗边界的军事对峙 七十多天 终于在金砖峰会前夕 和平收场 得来不易 金砖五国领导人牵手 拍下这次厦门会晤历史性的一刻 不过这时莫迪站到了最旁边 习近平两旁是俄罗斯总统普丁 和南非总统祖马 作为今年金砖峰会的东道主 大陆映如预期发出大礼包 中方将设立首期五亿元人民币 金砖国家经济技术合作交流计划 向新开发银行项目准备基金 出资四百万美元 支持银行业务运营和长远发展 不过大陆刚刚化解了南边和印度的对峙 北方却有金正恩趁着习近平南下 开金砖大会事报清淡 面对朝鲜半岛的局势升温 习近平表示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 密切沟通协调妥善应对北韩的再次进行核试验 金砖领袖发表厦门宣言 对北韩和事表示遗憾 强调直接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 这是十九大之前大陆最重要的主场外交 习近平安内攘外双管齐下 扩大金砖朋友圈的同时 对于不断抢风头的金正恩 也得谨慎接招 记者戴绿成正茂 厦门报道